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凌三年开始 但是今年你看春节回来之后 你感觉有点情况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算了一算 东莞 大约平常有五百多万 外来工的东莞 目前缺工在百万以上 就是缺工缺百分之三十 现在的工厂接订单都没有办法了 就现有的工人全线开工 各个工厂都说我们还缺一百个工人 说是深圳缺八十万民工 所以你到现在出现 一个我们过去二十年都没见过的现象 就开始出现香港民工 就在春节 因为我们中国人过春节 香港人跑广东打工 没错 为什么 因为当管理者 不是真的有去做工人的 是啊 真的有啊 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过去呢 广东一向都是 你叫港商上去 开工厂 请大陆工人 香港工人就失业了 转到服务业 后来香港人产业升级 他们转到服务业 结果现在这回呢 你东莞深圳闹民工慌 特别在春节期间啊 外国那些订单还是照来的 你中国人放假 对不对 那结果真的要找人打工的话 以前能够勉强找到一些 但现在都不愿回去 结果那些香港老板就跑回香港 用大巴一车一车的代言上去开工 而且呢 不光是在说 不光是珠三角啊 他们说江苏浙江 现在已经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了 然后给珠三角造成压力 我觉得现在说有的老板啊 开着轿车 你知道吗 我看了一个照片 开着宝马到用工市场上 拉了一个民工 上宝马就拉回厂里去 都能到这个 就去到这么一个程度 是这样的 农民的工资啊 以前十几年是一动不动的 对 就不管物价怎么涨 民工工资就是不涨 没错 但是到03年之后 民工工资突然开始涨 然后到最近几年涨百分之二三十 涨得很高 然后我有一些做企业的朋友 就开始去年关门的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关门呢 就是双重家计 一方面是民工的工资涨了 你不涨 招不到人 但是呢 他跟海外啊 去沟通啊 去说我提升产品价格 这个能力他没有 没错 他产品还是提不上去 没错 所以这样一来 他就觉得没法过日子了 我这个制造业还做个什么劲啊 就是替工人打工 替海外的厂商打工 我还不如关门 就休息 油山碗水去了 这说白了 还是在产业链的低端呢 就是反正还是低 还得靠 他又得靠人 对 对吗 你现在这种 他们说啊 这个这个民工花 也能够促进 提升劳动者的这个工资 说是现在最缺的叫普工 就是流水线上的这个工人 然后说像珠三角有的地方 普工一个月的工资 过去是不是国家有个什么最低工资标准 各个地方不一样 各个地方 我知道一个标准就是770块钱 但是说现在加到1000块钱 甚至加到2000块钱 那个现在的很多农民工也不一样 80后90后 人家还不鸟你这个呢 人家还不去呢 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有一个言论特别反动 然后给人批的不成样子 就是说现在出现民工花 是因为80后90后的第二代农民工太懒 就是他们不愿意做 所以才会出现民工花 但是这反映了一个产业升级的这么一个事 你我还是拿我老家那边举例子 他本来到上海来打工 一个月呢 打工现在如果是做家政的话 15001600对不对 是这么一个水准 但是他如果是像现在像江西家安徽那些地方 他去年GDP百分之三十几 然后他打工也能赚到1000左右的钱 然后他还能在当地种种菜啊 还能见见家人 他衡量下来 他干嘛要跑到上海来 人生地不熟的来给你打工啊 而且上海好贵哦 东西他买什么他都觉得贵 没错没错 所以他们现在也讲啊 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 就是说中西部啊 开始好起来 也开始发展起来了 而且本身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不都开始往中西部那边 对对对 四川也开了很多 这是肯定 你想想看啊 像现在沿海地带 你说有什么优势 没有优势的制造业 你说这地嘛地全都批没了 卖嘛也卖光了 卖又贵 对然后你跑到中西部去 中西部现在给你的非常好的条件 就是地半卖半送 甚至送给你 没错 然后税收三减两免 全都给你 然后你说这个劳工对不对 民工 然后民工当地的政府 当然对沿海地区政府说 我们对你很支持 我们绝对不让民工什么 不抑制民工出来 但是事实上他现在留民工 就留在当地 那么干嘛 我在这么多场 我也要开工啊 我干嘛跑到你沿海来 把我自己 因为现在中 你想想看过去广东那些地方 或者江西地方 很多民工本来就中西部来的嘛 对啊 那现在这些产业 如果转移到中西部的话 他干嘛出去呢 所以其实这里面还有个问题 就是你刚才讲 我们始终太低端了 所以过去几年 我觉得做厂的这些人 我们常常批评他们 就是血汗工厂 没错 我们工人过去 像叶潭刚才讲过 就十几年来薪水 没加过 很多工作条件非常糟 但现在终于轮到这些老板啊 也要也要知道问题在哪 像这些老板们 他们这几年经营环境太糟了 一方面薪水在家 别的地方跟你竞争啊 越南跟你抢啊 你今天中国在比低站 你比过越南 将来人口务力最大的是印度 不是你中国 对啊 是印度啊 你拼不过人家 那另外一方面 就像叶潭刚才讲 国际上那个环境越来越恶劣 你比如说常常有那种厂 一家厂专门帮沃尔玛的衣服做扣子 你就做他一单 你说你怎么跟人家谈价钱 对不对 全给人压着喘不过气来 所以很多人不就讲 好像老闲铁就老说这个 我说现在就是老板不干生意了 拿钱都去搞房地产 所以房地产就火吗 确实是这样 差不多200美元 就里边只有4美元是中国的 然后包括还包括所有的成本啊 工人的工资啊 什么全开销全债里头 对 但是有一点我是比较悲观的 有很多人说民工荒可以倒逼产业升级 可以就是中国的沿海地带 从此就是有了高端的服务业啦 有了现代的产业啦 就可以不做这个传统的制造业了 但是你看这次民工荒 荒在哪些人 他不是说这个高端的这些人荒了 什么管理人员荒了 不是的 他是普工啊 刚才那个文道说 对啊 普通劳动者 对就是比如说汉工 他只要培训几天就可以了 甚至都不用培训的 就是还有一些最荒的是哪些人 是比如说我到那些纺织企业区啊 他们就要招这个18岁到25岁之间的女工 嗯 就是他不需要任何技术的 就是要招这些女工 他完全拼的是体力 拼的是血汗 为什么他就要招这个年龄段的女工呢 因为他的那个工厂的环境特别糟 然后噪音很响 然后呢 这个要集中精力 没错 做一个器件 如果说你不是这个年龄的话 你精神会分拆 然后呢 你这个时间长了 噪音就受不了 受不了 只有这个年龄段的女工 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 所以你想在沿海地带 哪里说是产业已经升级了 我是看不到产业升级的影子 我拿一个例子来说 说郎坚平说 这个老板都去做房地产 你想想看啊 就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 所谓的高科技园区 其实高科技有多少 大部分最后真正能够给他们带来利润的 都变成房地产公司了 都在炒地皮 所谓的高科技企业 现在基本上也变成开发商了 是 你说像海尔算是国内最好的吗 也在贴牌 然后做不了 他就做混业金融帝国了 所以中国这个国家他好怪 你说他用工荒 我再说另一个问题 大学生刚毕业就失业 对吧 用工荒和没工作 找工作难 同时存在 而且你要说大学生是什么高端人才吧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大学毕业生人家最低的起薪点 可也是两千块钱 跟一个普工差不了多少 这不矛盾 这恰恰好 不矛盾 为什么 这恰恰说明是我们低端的产业 仍然需要很多人 不够人 但是我们反而是 所谓的高端产业那边 我们是请不需要人 不需要 对啊 恰恰说明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状况 这就今天的中国了 这个结构性问题 对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咱们这个产业升级 你感觉有点悲观 我比较悲观 那文涛 我再跟你那个说个例子 你比如说现在啊 为什么说民工 他现在钱增加了民工心里 还是觉得不安全呢 从去年开始啊 很简单的 他他那个订单过来啊 像以前都是长单 就是我今年做了 我知道明年我还有工作 对不对 然后后年还有工作 然后呢 工资加了不多 起码给我5% 10%这么加一点 但是呢 现在经济全都不景气 谁也不知道过了今天 谁也不知道明天怎么样 所以他来的订单的都是 很急 要么就很急 比如说感恩节到了 圣诞节到了 一来来一大批 然后你得赶紧找民工 手忙脚乱的 然后呢 等他不来的时候呢 如果经济情况不好 突然就没有了 一单也不来 然后这时候老板就跟民工说 哎 对不起啊 兄弟 我这实在是办不下去了 你们先到 回到家乡去休养一段世界 那你说这个民工怎么办啊 没错 没错 然后到了时候 现在急单来了 你是老板说 开着宝马 就到那个广场去拉人去了 这个东西就说明 这个经济是整个结构有问题 他缺少一个预期啊 对 你就用人 你变成你恨不能招之急来挥之急去 而且这个让人家没招没闹的嘛 而且以前这么搞啊 也许就还有时候还过得去 因为以前那个经济好的时候啊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感恩节圣诞节前那肯定是都是订单多 大家去干 然后呢过了那段时间大家松动点 可是问题是去年因为全球经济那么糟的时候 一下子全断 全断了很多东莞的这不是很多场垮了吗 所以现在那些订单回来的时候 这时候那些民工经过这么大的一次打击之后 整个心理变化很不一样了 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就是经过这一轮之后啊 以后美国在中国产业这一块肯定吃的特别紧 就更麻烦了 什么叫吃的 比如说美国工人啊 比如说现在很 你看奥巴马这个政府 现在名望下跌的这么厉害 他有那么多的问题 美国现在他现在要搞的 肯定美国下一轮要搞的就是一种民粹主义 这种民粹主义就是在国际外交上面 绝不让你中国起来 比如说现在奥巴马 我们在不也有民粹主义吗 也有 没错没错 这很危险 那第二呢就是要定对美国国内的失业 面对国内失业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矛头指向中国嘛 尤其在对付工会的时候 工会都是美国民主党的底盘呢 他失到最后不能失工会的 那话说回来 我是觉得这个更加不看好 是我认为会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垮台 他除非他现在没有办法 就是现在成本这么高 他价格又提不上去 他受到两重打压 一个是刚才那个文道说的是海外的 就是这个贸易摩擦 他这块他解决不了 政府也无法替他解决 另外一块是这个国内的垄断资本对他的挤压 他只要能够赚点钱的 垄断资本都自己开个厂去做 他完全就没有办法 然后另一方面成本又升高了 所以很多明智的人说 我就赶紧退出来吧 这一行我也别干了 制造业我就根本别干了 要还想继续干的 只有两条路 我看了很清楚 一条就往中西部走 趁着还有点土地红利 赶紧去圈地去 赶紧去这个人口红利 土地红利去再去弄一点 最后一把了 其实是他如果还留在沿海的话 他就做投资了 他根本就不做实验 对 所以我有时候也想起这个中国经济啊 我也有点优国优民的 我觉得他会怎么样呢 现在就是说是个 这个垄断性的 大个的就越来越大 大个的越来越大 中小的这个就越来越没 那么是不是又回去了 现在这是很多担忧吗 还是 而且你比如说 还有很多问题 说这个农民工像 刚才文道讲啊 这个80后90后 现在年轻力壮的 他的价值观和心理 跟他上一代也不一样 有个人呢 春节回家 湖南农村老家 他就说啊 不是说民工荒的同时 他还怕种粮荒 他说现在村里 老人 没人种地 小孩 那么那些80后90后的 这些这些小伙子们 他们你看 你你他也不愿意接受 你这个工厂 招他当这个普工 这这这这就没什么保障的 对吗 那么他他又何去何从 这么大的一个劳动人口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整个的农村的社会 是次序是瓦解的 有一个很大的论坛 就叫我回到家乡去了 差不多现在一方面 一些民工子弟在上海 在北京这些地方 他永远容不到这个城市 因为制度不让他融入 他既没有户口 也没有保障 也没有收入来源 这样的 他也不回去 对 他也不回去 但是这样的人 他怎么生存下去呢 这个就只好靠 现有的次序给他打乱掉 然后他才能活下去 所以这个我倒不是歧视民工的子弟 但是确实是跟这个案发率什么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回到老家去 回到老家去 他也不种地 而且说有些二十多岁的 他现在就上初中 上高中毕业的 他不会种地的 现在这个有些年轻的农民工 他没有这个农业技术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 有黑社会化的倾向 就是他回到老家去 除了这个 你看啊 在街边他八个台子 就打打这个民间的那个康乐球 就是打打球 这就说明很 劳动力很大的浪费 他年轻力壮 他不干活 他就在那打球 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 就是你比如说 现在那个民间的金融很发达 民间的高地带很发达 然后民间高地带 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然后他要要回钱来怎么办呢 完全是民间自由的次序 就是黑社会 就是江湖 就是我去要债 我去替人要债去了 拿着两把刀就上去了 就这一种民间的次序 特别多 这就是所谓我们过去几年老说 广东很多地下钱庄什么的 但这地下钱庄也是被逼出来的 坦白讲 就因为你国家银行是这样子的搞的话 对不对 你不搞地下钱庄怎么办 但是你从银行的角度上来说 我这个选择也是很 很势力 也不是很势力吧 因为都是利益嘛 我是带给这个大国企呢 我还是带给你这个什么中小企呢 很明智 就一般来说 就是中小企业 如果它是这个三年之内中小企业 一般来说百分七八十三年之内会倒闭 能存过五年很少 如果我银行真的贷款给它的话 这个银行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是啊 而且如果是一旦坏账的话 如果你带给民企 他现在是有制度性歧视 你带给民企别人就会说 你跟那个老板是不是勾勾搭搭的 在里边拿了多少好处啊 肯定是会有有关方面的人来审查你 但是你带给国企一亿两亿就是变成坏账 反正是国企 反正是政府的 你比如说政府 而且还鼓励从上到下都抢项目 你知道有一个项目 像什么钢铁并购啊 这些项目 这个一寿信就是几千亿 就是上千亿的寿信 什么叫寿信 就是我这个 也是我的信用 寿信 什么叫寿信 就是银行这个事先 你在我这儿可以带多少款的这个额度寿信给你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 而且银行还打破头啊 然后地方的银行去还抢不过 像工行这样的大银行 说你看在我们的面子上 我们老总跟你关系很好 我们给你多少多少的这个好的东西 然后你就你把这个项目给我吧 就是这样子的 完全不一样 那你 然后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还有数据上造假 你要去问工行他们说 你给中小企业贷款那个 贷的太少了 他说不对啊 我百分之五十几都是中小企业贷款 结果人家一查呢 他所谓的中小企业 在我们眼里都是大企业 甚至特大企业 人家的眼高 是吗 人家的眼高 芝麻率都大的 看都看不见了 他定义跟我们不一样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现在有个很大问题 就回到刚刚讲产业升级 是谁去升级 就比如说 猪小企业 就本来是顺理成章 应该是他们在从过去做血汗工厂往上爬 但现在他们在撤出 他们在退出 那剩下来就是有垄断性的大企业或国际 但他们为什么要升级 没有动力 没有动力 就我们先不要讲那种抽象的 说产业升级 我们要看什么文化啊 什么东西 不讲这些东西 不讲什么制度 是光讲这个谁去升级 我找不到今天中国这个产业升级 有谁要升级 对啊 如果坐地就能还钱的话 谁要去升级呢 比如说像这几年 我们看到这个民工荒跟大学生就业难 已经好几年了 而且越来越严重啊 他就说明这个这个问题是只会恶化 我更担心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其实啊 你说市场经济到现在几十年 我们的劳工的素质没有增加 就是说他到现在为止 虽然说政府有补贴啊 给这个什么技术 什么培训补贴啊 技术补贴 你真的不知道这么大一笔钱 补到哪里去了 你根本不清楚 就是到现在为止 这个农村里出来的人 你还要从头开始 就是然后还有一块的话 整个的农村这一块 像现在新农村建设 那么多钱 你不能说政府不给钱啊 每个村庄有多少钱 我农村的人 他现在跟我说是前所未有的高拨款 我是看到一个数字啊 有一个人说呀 说是这个国家这个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 这个总投入 他观察到一个数字 说2009年投在第一产业上的 百分之五十一点五 他说过去最高2007年也就是百分之三十一 他说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他到农村去看 他说这个新农村建设 哎呦这个马路公路修到农村 他就把这么大的数字 全去搞这些了 村村修公路 村村通电话 村村有网站 那是不是农民生活已经好起来 富裕起来了 但你要去看 我就到我们家乡最偏僻的一个村去 你都会看到有网吧 这个确实是好了 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但是你要知道 我最近这两天 还有一个做开农场的朋友跟我抱怨 他说小爷你就根本不知道 这笔政府补贴的钱到哪去了 还不够他们瘫的呢 百分之八九十 就是中间就过程就消耗掉了 然后要等到他们饱了 胃口也饱了 也变成上层阶层了 然后才有一些钱 然后留到最下面的农村啊 这些地方去 而且你要说这个农民存仆是存仆 但是这个所有的一切的贪腐的行为 他们都有 比如说要村村修公路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总要买水泥吧 总要买建材吧 总要买这个那个 所有的东西都要买吧 然后就是亲戚开店了 什么开公司了 什么了 全来了 这个恰恰就是我说的那种第二元件 或者地下经济 它必要的构成部分 你比如说看中国很多人嘛 这个外国人老是搞不懂一点 就是中国这个收入是怎么回事 是永远赚不清的 没错 这个隐性收入 真是永远赚不清的 越是这种二人越要靠 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提建议 提什么建议 就是说你不要把这部分钱再浪费到官员的手里什么什么去 比如说农季战 你要农民自己投票 哪个农季战提供的技术最好 总值长得最好 你就把这个补贴就交 直接交给他行不行 还有包括这个农民 那个民工培训 他现在有那种民工司令都在呀 如果说他真的培训的很好 你就把钱直接交给他 你就用培训券 让民工自行来选择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中间一道一道的 从省到县到乡 然后最后到村 一道一道的 这中间环节太多了 现在因为很多人想进那个衙门 所以我们是大学生有就业慌 民工有民工慌 但是问题是公务员从来不慌 公务员火 现在这姑娘要嫁就嫁公务员 对不对 三辆家